今天韓國人在一個非常漂亮的大陸城市 廈門 哇 各位 我都不知道廈門有這樣的地方 今天韓國人很難得啊 終於跨出廈門島來到這個所謂的廈門島外 也就是整個廈門市啊 它除了小島 就是跟金門差不多大小的這個小島 它還有連接到大陸的部分 那韓國人啊 就在所謂廈門人講的島外 也就是連接大陸的廈門 那為什麼今天韓國人會來到這呢 我也是覺得非常激動 非常興奮 那因為今天非常難得啊 韓國人被受邀 哇 還是台灣的巨星 因為他們的團隊啊 特別啊 邀我來 去聽他下門的演唱會 超興奮的 其實韓國人現在真的都覺得 這些台灣藝人很不容易啊 尤其現在島內這樣的氛圍啊 有多少藝人真的有勇氣 可能承受一些人的謾罵 然後來到大陸表演 那當然啦 那今天韓國人來看著這個台灣 實力歌手巨星啊 從過去啊 還有非常多故事以外啊 那這次啊 也在大陸開始巡演 所以今天韓國人非常期待 看看待會有沒有機會 訪問一下他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Let's go 哇 然後各位 這就是今天的啊 表演場地啊 這個離表演啊 還有將近快兩個小時喔 已經有觀眾在等了喔 我也沒想到在廈門的外島 也有這樣的表演的空間 下面也有live band啊 這樣讓韓國人突然好想 繼續當我的樂手 就在今天我們歡迎我們的 巨星蕭黃琦老師 嗨 哈囉大家好 我是蕭黃琦 那我今天很開心啊 又遇到我的師父啊 因為我們上一次在上海啊 我有已經拜蕭老師為師父了 是 因為我是價值鼓手啊 對 我跟蕭老師說 您教我什麼知道嗎 我教你什麼 情感 情感 打鼓也有打鼓的情感 這個要配合到主唱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打鼓不能一個人自己打 一定要聽到旁邊的 不管是吉他啦 貝斯啦 Keyboard啦 還有主唱的聲音 節奏非常重要 它是靈魂 你看老師今天講那麼詳細 其實我今天更多想要跟大家聊 我上次才知道 我上次才知道 原來蕭老師竟然是作曲家 除了寫自己的歌 也常常幫很多好朋友寫歌 那譬如說黃小虎的 沒那麼簡單啊 然後譬如說 彭佳慧的大靈女子 然後還有梁靜如的慢冷 慢冷 也是老師寫的 陸陸續續都有一些歌 然後我就是太喜歡寫歌了 然後也很開心這些朋友都願意唱我的歌 對老師是用什麼作曲 是用吉他還是Keyboard 我用吉他寫歌的 喔用吉他寫歌 老師學多久啦 因為應該是從國中的開始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學音樂 然後就跟著社團 然後加入吉他社 然後跟學長開始學 我們以前在1995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從學校畢業 然後我們就組成一個全方位樂團 然後全部都是我的學長學弟 然後還有我的同學 然後我們就組成一個這樣的團體 那時候總希望說 就是畢業以後 如果可以以音樂當作一種生活 那也是另外一種層次 一種形式 因為過去在台灣的盲人 或者是在很多地方的盲人朋友 都是以按摩工作為主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業 不一樣的志業 我是希望來床看看 所以呢我就把樂團的團員 然後組合起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到各地去唱歌表演 我是2002年真正才開始出道 然後寫了你是我的演這首歌 然後開始去面對就是音樂圈的各式各樣的挑戰 那老師在出這個之前 出道之前就是做曲就對了 對其實就是我其實什麼樣的工作 我在樂團裡面什麼樣的樂器 我都有擔任過 我一開始是 我一開始是吹薩克斯彭 然後後來就是還有一段時間變成是吉他手 然後就是最後呢 因為我覺得我的樂器都玩得比我的團員還要差 所以他們就把我推為叫我去當主唱 你們是大家都很會唱歌的意思嗎 沒有沒有沒有因為他們的樂器彈得比較好 所以呢 所以我就退為主唱 然後開始就是專演寫歌唱歌 那老師我也很好奇 因為我們上次錄完 有一些觀眾 因為也可能看過老師的路眾 什麼歌手 對不對那些 我想問一下老師來到大陸 因為我們也是在大陸打拼的台灣人 對然後你參加一些大陸的綜藝啊 那時候感受會不會覺得哇很競爭很緊張這樣子 我覺得很多綜藝節目其實都非常的認真在做每一個這個環節 然後其實就覺得哇就是整個的預算啊經費啊都很充足 然後所以在錄節目的過程當中你會覺得說 哇就是可以很認真的去表現自己 然後呢整個團隊呢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給你最好的拍攝也好 或是最好的成因也好 那我覺得就是有這樣的機會呢 其實我很珍惜 然後也謝謝這些綜藝節目這些團隊的人 然後給我們這麼好這麼美的畫面 對因為老師也是睽違大概好幾年的時間 才開始來到大陸巡演嘛 已經經歷過上海廠嘛對不對 還有深圳 今天是廈門 對然後那這次這樣回來 有沒有特別吃到什麼美食啊 還是有什麼這個回憶深刻的 其實每一個地方到當地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問 這裡的地道的美食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到上海去 我們就開始啊 我就是喜歡就是那個肉鬆小背 然後就一直每一餐每一餐都有肉鬆小背 在我的這個休息室 包師傅 在我的房間 抱師傅 對然後呢 覺得好像是非常非常棒 對然後再來呢 我們到了這個深圳的時候 深圳就是大家就會推薦 就是什麼豬腳飯什麼的 然後這個燒鵝 哇其實就是你就會在那個休息室 看到很多人就會把一些這些 這類的食物來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到廈門福建麵 沙茶麵對不對 沙茶麵對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非常道地的食物 對吃下來應該口味都還習慣 對尤其是越到就是南邊的城市 其實就是感覺這樣 就是越像在自己的家鄉吃飯一樣 對那老師我這次也很好奇 因為你開始巡演最主要就是 您的新專輯嘛 對對不對 哇我也有看到你有一首 完全走那種funky的路線 funky的路線 哇那首好大的突破喔 這首這首歌叫做Good Show 然後我覺得就是創作有時候會需要突破 然後當你遇到瓶頸的時候 你就是需要做一些不同音樂的嘗試 對那在Good Show這個歌呢 我自己唱歌20年左右 然後我第一次在Good Show這個歌裡面 加上了一點饒舌 加上Rap 然後真的就是感受到也非常好玩 然後跟一群年輕的音樂人 創作人一起合作這首歌 其實唱起來還蠻過癮的 對 有時候呢有新的創作 新的挑戰呢 其實是對人生 其實還蠻有一種新的開始 那我最後想問老師啊 像你這次這樣來到大陸 繼續巡演啊 對 老師本身主集是哪裡人 我應該是福建的主集 很多台灣人都是從福建過來的 對 可能我的祖先應該是福建 不知道是漳州人還是泉州人 唉唷 那今天算 如果照老師現在認為 可能是福建人的話 算也回到自己的家鄉了 對 如果照這樣來看的話 也許就是 就是如果祖先是從福建過來的 我應該也是算是 就是從福建 然後到台灣的 但不曉得是哪幾代啦 對 這個可能未來 老師也可以做個尋根的動作 也蠻有趣 就是有機會的話 好好的知道說 自己的祖先 他們是從哪裡來的 對 然後最後啊 老師啊 也有創抖音 那老師 可不可以最後幫我們 來一個語句 其實各位 剛剛已經很多人訪問老師 都在唱 你是我的演了 我在外面聽老師唱了好多遍 所以老師 我們要有一點創意 可不可以幫我們再唱 你是我的演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我的演 帶我閱讀浩瀚的書海 因為你是我的演 讓我看見 這世界 就在我眼前 謝謝老師 感謝老師 謝謝 各位可以多多訂閱老師的抖音 然後老師也有非常多的作品 也希望老師未來也有機會 可以在大陸的中藝節目 總歌唱比賽可以繼續看到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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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